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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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中產黨 今天我們會講關於醫療券的問題 其實去年剛過了一個財政預算案 醫療券其實仍然維持每年會派兩千元 其實醫療券最初很少 就是二百五十元 給你看看佳證 二百五十元是甚麼 看醫生 看一次醫生 接著就津貼你 慢慢的人覺得 結果沒有人用 因為覺得幫不了些甚麼 還有很多醫生都未加入這個計劃 慢慢加到一千、兩千 去年甚至額外 除了兩千,額外給多一千 今年的新聞是甚麼呢 最主要是兩件事 第一是醫療券有一個特點 就是五千元是上限 你如果儲了超過五千元 每年有兩千元 一年不用? 是的 沒有病沒有痛 沒有限期的 但你儲到五千元之後 譬如今年我儲到五千元 下年又有兩千元 那兩千元派出來那一刻 就會倒進海 因為問題是 你怎樣才會倒進海 即額外賣最多都是五千元 是的 額外賣最多都是五千元 第二個新聞是甚麼呢 就是剛剛陳肇指公佈了 他就說 現在他發現 在這個視光師 視光師好像近一三年開始 就活入這個醫療券計劃 很多長者可以透過視光師 例如鹽眼、配眼鏡 他說現在他發現 視光師的 應用醫療券的錢很嚴重 嚴重到怎樣呢 現在有六百九十幾個 九十七個視光師 我記得 總共應用了七億六千萬 一個視光師 每人應用一百萬有達 我覺得實在太離譜了 根本就沒有可能 是否他自己代應這樣 他是代的 公司代的 有些店舖是他自己的 視光師自己的老闆就知道 即是那條數是不包配眼鏡 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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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們對比之前那些的數目 他覺得實在太嚴重了 升得 我記得跟去年還是前年比 就升了一倍 他就覺得 沒理由要配得這麼多眼鏡的老人家 肯定是浪費 然後當然有些人說 其實那些視光師 那些配襯的眼鏡 三四千元 我配襯的眼鏡也幾千元 這個你可以看一下解釋 又說 他們無緣無故跟長者驗眼 驗七百幾百百元 平時驗眼驗近視 不用錢 他們現在是驗黃斑眼 那些眼睛的眼睛 那些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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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經是用了醫療 好 我先說一下 其中一個眼睛 所以現在限制 以後用視光師的醫療 變成每兩年兩千 他還說 益了你們 我原本打算每年一千 不過有些人說 其實一千不夠用 因為配襯眼鏡 其實熔阿盧也知道 一千元也有充夠 背襯眼鏡 還有背老人家的眼鏡 好 每兩年兩千 那件事就是這樣 那我想問 醫療券 就是這樣 你說來講去 究竟是一張券 還是一個戶口 其實不是一個戶口 完全可以監察到的 即是他完全可以監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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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上年就已經有宗新聞了 很多中醫就教那些老人家 你來我看病 我配上一些固盤培原的藥單 全部都是一些海味 花膠 最流行就買花膠 個個都買花膠 結果上年揚了這件事出來 我懷疑中醫就收斂了 所以那些人就不買海味 就轉賣 其實老實說 海味都頗固盤培原的 是 但我現在想著那些醫療券 醫療券原本是做什麼的 醫療券原本的概念就是 現在公立醫院 個個都爆發了 即是老人家要等 有時間等 那我現在給那些醫療券 你去私營機構那裏看醫生 那你就可以舒緩到公營機構的壓力 是可以讓你看病的 兩個角度 第一角度 就是沒有錯的 告訴他 即是 就像學勸一樣 是 即我用多些市場 就不要每次都要 學校的話 就去了公立學校 給大家選擇 而且現在都沒有選擇 因為公營機構爆散 那門產 可以去私營機構 但第二件 我想他們 由譬如到美國的 醫改好 來到香港好 香港醫生都是這樣說的 即是 這件事就是他們自己打自己嘴巴 喂 剛才你說 顧本培原 那些花膠什麼好 炎眼 就是早一點寧願花一點錢 是 等他未爆到很緊要的時候 發覺我不是很後期 要花很多錢 即寧願給他淺中醫 或者預防式治療 預防式治療 那你現在就 反過來說 我做這些預防式治療 你可以做預防式治療 你可以去驗身 你可以去驗牙 你可以去眼科醫生 但你就不應該配眼鏡 就是不應該買海味 但是講明不是買海味 就是 但是要配眼鏡 都是正常的 你為什麼一年配一個眼鏡 還要配上眼鏡都幾千元 那為什麼我一年要做一次看檢 好久的一年做一次 我為什麼一年打一次針 防疫針 眼鏡啊 用很久的 兩年配一褲差不多 我自己的年輕人 我自己的年輕人 我自己手上最低的是 兩褲眼鏡 就是沒有兩褲你不安心的 睡醒了一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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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辦呢 立刻要拿褲子給的嘛 那我還要說 因為現在醫療券 越儲越多 那些視光師 經常配上眼鏡 用到最貴的鏡框 或者是否你有沒有眼睛 都先驗你眼 收你七八百元 那你就 結果變得那些錢浪費了 你根本就不需要 配這麼貴的眼鏡 都收你四千元 為什麼不需要 誰說是否需要 有些人這樣說 他說要付四千元 我就付四千元 我才查看 原來眼鏡 什麼功能都沒有 又沒有漸進 什麼差都沒有 四千元 如果眼科醫生有驗眼 那配眼鏡怎麼辦 眼科醫生 就不會幫你配眼鏡 眼科醫生 我最近有驗眼 我可以給你 譬如你驗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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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驗眼鏡 然後去換眼鏡 那他又是否又說要付四千元 是的 當然 但當然又反過來說 為什麼責任不在老人家裡 人家擺明就是騙你 那四千元買眼鏡 或者叫你買一些深油海味 都不值四千元 但問題就是 我不用 那些錢又不是我的 那些錢最嚴重的 一件事就是 現在因為這個醫療有一個上限 如果你不使盡它 那些錢是會投入鹹水海 意思是過了期 你便不能用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開網賣中藥的 開網賣中藥 但中藥就是去年 所以中藥因為不貴 所以全部變成深油海 你心臟病買幾顆 一年吃四顆都兩千多 要看看那個中醫師怎樣配給你 但問題就是 相比起我沒有病 我一直想吃海味 多個吃你的牛王丸 牛王丸都可以賣出去 是 牛王丸 所有藥都包在醫療券上 因為有一些藥 他現在還在申請 派入醫療券系統 所以醫療券系統很複雜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我白說 韋哥包不包 應該不包 因為有很多藥 其實他都未算下過醫療券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 海味又包 你看 有什麼好得過 先拿醫療券換了韋哥 再拿中環去搞女 但這些實在太離譜 所以醫療券便要限制 因為有這麼無恥的年輕人 竟然想著在老年的時候 用這樣的方法浪費醫療資源 其實我很多年前 在大約二十多年前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老人家拿中環 我聽見他在說 說那些錢怎樣花 不知道收多少錢中環 不夠花還是什麼 他說 我一個星期看一場戲都應該吧 那時候我心裡好 我很愈負 怎麼搞的 你拿中環 之前有個拿中環買高達模型 你為什麼買高達模型 中環你為什麼買高達模型 就買高達模型 那我買得開心 我現在 不行 中環就是給人吃鮑魚 買豆腐吃的 我現在吃韋哥 他來吃小餐 都要吃韋哥叫雞 就是這個 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 有一個所謂的 moral hazard problem 就是說是一個道德風險 就是說 如果我不是給他這些錢 一定要他用醫療那裏 我給他的 那他可能只是拿去洗 我不想你洗那樣東西 然後當他有病的時候 然後就拿去公立醫院 就是負擔 最後就是回到政府的資助 他給這個東西 一來就是希望你舒緩一下 去私家醫生 二來就是去私人市場 但是私人市場 就不可以讓你私人市場 亂花錢 當然要回醫療 就是有一個規範 就是學娟制 你都一定要讀書 是 學娟制不同 學娟制 如果不是他老爸老婆拿去洗 學娟制 但是現在老人家 你活該 老老實說 可以全部派了錢 然後 理生理前 你睡在醫院 我都不醫你了 總之你可以理生理前 我可以這樣 學娟制不行 他就說 難道你見死不救 那一刻 再見死不救 大陸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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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都很文明 對嗎 到時香港那些 左膠人士 就會說 老人家 貢獻社會這麼多年 老了 我們放了水給他 他拿錢洗了 今天主題說 現在政府覺得 醫療券出了一個什麼問題 就是你們這些人 沒有跟我當初的原意去用 別果變成浪費 這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對這件事的看法 其實我也寫了一篇文 都會在AMO出的 問題就是 為何人家會亂用 為何人家會浪費 先假設他是浪費 其實真的不是很浪費 人家都沒有配過眼鏡 我最近配眼鏡就是 現在的視光師很貴手 因為經常都幫助老人家配眼鏡 因為他有醫療券 他說你又近視又散光 鏡片搞不好 最好都是用漸進色 漸進色就1500元起錶 鏡片 500元就是鏡框 500元就是鏡框 鏡框是很便宜的 不是有什麼牌子性 然後我還要很初步 他說如果再嚴重 那些老花 那些鏡框 又要加那些什麼色框 三四年就不行 根本就是要這麼多錢 然後有些人說 你去市公司驗眼 七八百元很貴 我最近又去私家驗一下 私家驗說一千多元起錶 兩千元 兩千元起錶 立即老人家幫我們省錢 是 然後我就想說 現在這件事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第一就是老人家迫要小錢 因為每年他存到差不多 那些錢就爆煲了 我再不花錢 那些錢就賭下海 那你當然可以說 你有道德 就有錢賭下海 幫政府省錢 但現實就是告訴你 因為最近 上一年 你知道平均每個老人家 他攜了多少醫療件 2400多元 上年是給三千元 這年 他們攜了2400多元 平均 那代表什麼 代表每個人都覺得 要用盡這筆錢 都不是怎麼躲下海 例如我配個眼鏡 可能是未用盡 分別是欠五百元 我配個漂亮少少 帥少少 又或者 不行 你一定要配最老套的 你只能夠配個大膠寬 一元那些 不是去老廟也有 露廟也有 露花鏡也有 那些可能很便宜 不是我去驗眼 戴得舒服 看得舒服一點 沒那麼頭暈的 那些是否令到老人家 看得舒服一點 貴幾百元 那是否又浪費呢 我講一講 剛才你講那些人 關於濫用的問題 好嗎 我們有一套戲 叫做 很久之前 叫做 《珠寮紀公園》 大家記不記得 大家都有看過那套戲 他就找過 《珠寮紀公園》 於是為何無端端 他們會自己生孩子 自己找出來 他就找到一個數學家 我所見不記得 是一個智者 他是講一些 混文理論 《chaos theory》 他就說 所有的混文 他說那些生物 是自然會找到的 對嗎 你記得嗎 其實 你每逢發明一件事 肯定有人會濫用 基本上所以就不完 你說中緣 那些人就一定拿中緣去買衛鋼 叫雞 這個東西 我覺得 簡直是天生 肯定濫用 所以第一個最諷刺的地方 就是 為何他濫用 因為你逼他救期之前 不用他 那你如果不給他限期 你一生人都可以償下去 我告訴你 所有老人家突然間 就會很精打細算 因為你不知道將來有什麼病 那些老人家 為何經常去撿紙皮 因為要儲著本 不是棺材本 是萬一自己有什麼急病 都還有一筆錢 可以救到自己的命 你這筆錢 為何你要加一個限期 我不明白 為何全香港沒有任何的評論員 和議員 去提出這個質疑 你解決了這件事 就沒有 讓他移動到最後 65歲 拿到85歲 都是4萬元 你就讓他吵 我不明白 政府的意出之物 你不是省了 你不會償 他覺得你如果倒下海 那就幫政府省錢 第二個問題 全香港人都覺得不應該倒下海 所以他們會用盡醫療券 第二個問題 現在的議員如何去批評那些醫療券 他們說監管不足 你就應該要用48個人去檢查 現在這麼多億的醫療券 其實太少人了 請多些人 請到480個 郭嘉琪說 喂 老人家 你有什麼眼睛有事 你就應該是眼科到驗眼 你就不應該是視光師到驗眼 視光師驗眼就是浪費 這個擺明是利益輸送給自己 他想到一樣 為什麼政府會覺得請多些人去監察 而不是去讓市民去選擇 為什麼有些醫學出身的議員 他會覺得要阻止人買海味 阻止人配眼鏡 但不阻止人去其他的西醫 或者專科門診濫用醫療券 專科門診就沒有濫用 因為那個醫療券本身就被專科門診 本身那些錢他們是西醫代的 那有什麼理由要給一部市医院 你為什麼賺了它 喂 政府說明給我的 這筆錢是我們已經以出之物來的 所以 我真的覺得 香港的評論是什麼政策 一 政府和這個議員 本身自己都有幾多利益 然後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 去作出一些錯誤的選擇 二 就是所有的時事評論員 和監察政府 或者政黨的市民 是沒有人會看得出這件事 唉 我真的說得很浪費 下次再說其他話題